我們接下來第十四質詢組 潘華中議員、黃安婷議員 時間十二分鐘 現在開始 主席跟市長還有問候 在問候所有的朋友們 首先是第一個部分 在我非常上任的一個禮拜呢 就已經跟市長 針對警消的加班費 來進行溝通 希望能夠爭取 當然礙於中央法規的因素 所以我和警察局跟消防局 沿你要在天災期間 以及承抗期間的加班費 希望能夠向中央來突破 來落實 所以請問市長願不願意 一起來向中央爭取 為落實警消的加班費 願意嗎 就市長您回答就可以了 可以了 市長當然願意 好 再來下一個部分 請問一下市長知不知道 因為現在八月一號 就要上路了 非常的緊急 中央私立幼稚園轉型 準公共化幼稚園 會導致台北市產生三大避害 您知道嗎 我知道有問題了 對 您知道有問題 好 我來告訴你哪個 價錢的問題 對對對 謝謝 來 下一個 所以因為中央的政策 對台北市來說 是脫離現實的 中央說要符合它的規範 必須是在月收費 一萬元以下的幼稚園 但台北市私立幼稚園 平均月收費是一萬三 也就是非常少間的意願 才能夠去加入到中央的政策 而這會導致什麼呢 因為中央說 如果沒有達標的話 就要扣減台北市的教育補助 以及要停止台北市的一個福利 下一張 所以會產生三大避害 第一個 是沒有幾家願意做 而且現在就要報名了 家長都很著急 第二個 扣減對台北市的教育補助 第三 是即便完成轉型了 但是中央規定台北市的這個13660 必須要取消 所以 請教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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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能否來向中央來反應 爭取這部分 是要做調整的 這一點我們有在內部也要調整 這個我們福利不收水 我們福利不收水 沒有問題 好 OK 會向中央來做調整 來 下一個部分 呃 市長您曾經在前年的時候說 關於囤房稅的議題呢 是被議會來偷襲 那在上任的一個星期 我已經也跟您來溝通了 那 細部 我會再跟財政局來做一些溝通 請問 您願不願意來持續的表態支持囤房稅 這個應該是這樣啦 應該看到一個 那您願不願意表態支持就好了 細部的內容 我會再跟財政局來做溝通 對啊 我們跟 OK 好 謝謝 您願意支持表態來下一個部分 今天局處首長都先請坐 沒有關係 我們只針對市長一個意願而已 好 請問一下 您的市政報告裡面 針對市場改建部分 有非常多的日期完工日期等等的 市民都非常希望能夠如期的完工 請問有沒有延宕 目前市場只有成功市場 那個那個招標比較慢 其他都沒有延宕 其他都沒有延宕 來 下一張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市長我們查詢了 您過去幾年以來的所有的市政報告 發現環南市場跟成功市場 按照過去來說 全部都延宕 原本應該去年完工的東西 到今年才開工 這種案例比比皆是 下一張 同樣的在大龍市場 跟第一國災市場 也全部都延宕 但放心 我不是要批評您做太慢 下一張 好 節水效能的部分呢 我們發現一百零七年 比一百零三年還要來得好 市長您願不願意給自己一個肯定 這個節能 我們節水到後來就 沒有什麼進步了 沒有什麼進步 OK 感謝您 非常願意誠懇老實的來說明 來下一部分 因為我們發現 比照第十二屆 第三次大會的市政報告 第十一頁 發現市政府在這個部分 是完全的跳票 因為您當初的承諾 是講說一百零五年 有一個計畫 要一百零七年就達成 但是我們發現 在一百零七年 完全沒有達成 完全跳票 但是現在的市政報告 卻不敢提 點一下 好 市政報告 卻不敢提 下一個部分 想請教 同樣的在市北科技園區 也是完全延宕 一拖再拖 我們都知道 在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因為它倒閉了 所以後續會有些延宕 這沒有關係 但是呢 您過去幾年以來的 所有的市政報告 每一次的預期的開工 跟完工的日期 都不一樣 而且都是一拖再拖 原本應該去年就開工的 但是卻要延到 今年才開工 下一個部分 下一張 好 所以我要跟市長在討論的是 其實我並不是要批評您跳票 而是要說市長有沒有考慮到 我這一張PPT當中所提出來的這些問題 請問這些問題才是未來 我們應該要去防治 然後去做改進跟檢討的 請問市長您同意嗎 同意 好 下一張 這是我們市政府要改進的第一 對 好 下一張 看一下 有一個小小的漫畫 就是市長 就是今天的假說 他四十分鐘能夠寫到兩張考卷 被已打了一下 他說已能夠寫五張 請問市長已應該是說 他多久可以寫完五張考卷 四十分鐘寫兩張 應該是四十分鐘吧 好 不是 二十分鐘 五張就一百分鐘 不是 假說他四十分鐘能寫兩張 已打他 已說他能夠寫五張 請問已應該是說 他多久可以寫完五張 正常的狀況應該也是四十分鐘對吧 不是啊 這什麼意思 四十分鐘寫兩張 時間暫停 他不能同時寫 您能在您這個部分讓市長來看一下 這樣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沒關係 我相信直播的網友 或是後續都可以再看 理論上來說 已應該也是同樣的四十分鐘 他能夠寫五張 所以他才能夠罵假 那為什麼我要提這個呢 因為您在二零 您二零一四年的競爭對手曾經提出說 兩年內是要蓋完四萬要蓋完四年內要蓋兩萬戶的公宅 但當時您的團隊去打臉他 說您可以蓋五萬戶 所以公共住宅市長您在二零一四年的承諾 不是四年兩萬戶 而是四年五萬戶 下一張 那當然我們知道過去的四年以來 不斷的下修 從四年五萬到完工兩萬 到開工兩萬 到完工施工中 發報中 總共1.3萬 在您昨天的施政報告當中 最新灌水加到1.9萬戶 當然我想請問的是 在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二零一六年四月 下一張 為什麼您在二零一六年四月的施政報告認為 能夠完成四十六處二點一萬戶 但現在二零一九年 你只能夠進行到1.9萬戶 您是否能夠跟市政團隊共同來思考 過去那消失的戶數到哪裡了 您認不認為應該來思考 過去消失的戶數到哪裡了 這個就是我們公務員 沒有那種 那種精實 就是那種 實在的 所以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干特圖 就是那種 所以您是在怪罪您的市府團隊公務員囉 我跟你講這的確是 好沒有關係 就是你們如何檢討跟反省 可以再跟議會來做報告 那只是提醒你們 那回去思考一下消失的戶數在哪裡 好再來請問一下市長 像是公宅樹之所以會跳票 那先前的新聞報導說 是因為公宅土地取得困難 請問市長 這是不是跳票的重大原因之一 原因之一而已 原因之一嘛 好來再下一張 但是市長 您當初在二零一四年的時候 大家也質疑您的土地在哪裡 您卻回答說 Google就有了 所以想請教市長 有沒有思考 上任之後有沒有思考 是當時在競選時期哪一步出了問題 這個也是這樣 自由的土地簡單 可是有的是國有土地 好您有思考 我覺得這樣很好 下一張 所以今天我不是要單純批評您跳票 我是要跟您共同來請教 是不是在選前構思者 跟選後在執行政見的人 如果不是同一群人 或者是選前來寫政見的人 毫無任何的市政經驗 這樣一個文化 必須加以糾正 市長您同意嗎 同意 好 那關於整個公宅 即便我們已經 目前灌水灌到1.9萬戶 請問市長您覺得我滿意嗎 其實齁 剛才這個有講過 我們為什麼後來會政策改變 就是我們的空屋實在是太多了 沒錯 空屋 我要問您空屋的這個問題 來下兩張 下兩張 下兩張 空屋 兩年來每次遇到公宅跳票 市長您都說蓋公宅戰略會有問題 但您從2017年有人問您公宅蓋不出 您就回答說 台北市一年有三萬六千戶的空屋 您這個答案已經同樣回答兩年了 從2017年直到今天的現在 您都在回答 今天早上您也是這麼回答 昨天也這麼回答 說台北市一年有三萬六千戶的空屋 那麼請教市長 一年的三萬六千戶的空屋 從2017年就承諾要釋出 那麼下一張 請問市長 您能否承諾四年以內 至少讓六千戶的空屋 能夠進入租屋市場 這是您過去的承諾 要三萬六千戶都釋出 都釋出 跟議員報告 我們後來有開始做那個報租貸款 然後有做了一起 我們現在大概租了差不多兩千 八百 老實說我們 第一次那個報租貸款的計畫 但是市長 您至少在昨天 您至少在昨天的施政報告 您講的還是三萬六千戶的空屋 所以表示2017年到現在三萬六千戶的空屋 沒有跟動嗎 我們有試過了 但是我們那個包租貸款 目前的方法我覺得不成功了 因為我們有嘗試要用包租貸款方式做 結果做了八百戶 所以表示說我們目前包租貸款 所以第一個市長 可能是第一個您昨天數據上講錯 沒有 沒有講錯 那就是三萬六千戶兩年以來都沒跟動 三萬六千戶 跑了八百戶拿出來包租貸款 這表示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 所以市長 未來您願不願意繼續承諾 或者要推行這個政策 至少讓六千戶的空屋進入租屋市場 我們應該要進入市場 但是表示說到現在為止 我們那個包租貸款的政策 沒有成功 我們是失敗的 沒有成功 對對對 沒有成功 所以市長也願意往這個方向來做努力 其實租金的補貸 這除了包租貸款以外 還有其他的民間的 民間的房子 OK PPT幫我調回前兩張 這個部分大概 加起來會有大概 一萬八兩 兩萬戶左右 就是說各種的租金補貸 OK 謝謝局長 沒有關係 我們都知道市政府願意往這方向 釋出空屋來做努力喔 只不過過去兩年沒有做到 再來我要提醒市長 就是說您這一任期 理論上還有三萬戶的公宅的規劃 但是到目前為止呢 所有的市政報告都是零 因為您的所有市政報告當中 只提到過去四年內要完工的兩萬戶 但新的部分還沒有提到 我要提醒市政府團隊 新的任期已經開始了 所有新任期應該要進行的規劃 都應該來加快進行 PPT最後一張 好 在剛剛簡單幾分鐘的質詢當中 我們跟市長來完成的七項承諾 來請您兌現喔 在這個任期當中 一 爭取僅消加班費 二 爭取托育政策補助不會費 三 承諾持續推動屯幫稅 四 保障市場改建如期不 delay 五 保障市北科技園區不拖延 六 承諾規劃新任期公宅三萬戶 七 承諾空屋六千戶盡量來釋出 那感謝市長 然後也同樣感謝這個跟我同黨的前輩 潘懷中議員 能夠把他的一個時間能夠讓給我 所以這七個承諾能夠達成 我的潘老師也有一份 謝謝市長 謝謝主席 市長 太怪了 柯市長 剛剛這個 國安局啊 打電話給我 他說 上海市政府的 這個台辦主任李文輝 李主任好像是在台北 我想請問你就是 今年我們雙城論壇 到底現在目前規劃怎麼樣 規劃是要辦啊 他今天就是來談這個 來開始 我們就來談這個問題 是啊是啊 就是剛剛國安局問我 我說我不知道 那你現在確定他是在台北 那你們現在是 在上海辦 今年輪到上海 好沒關係 你現在打算怎麼樣 是幾月要過去 然後怎麼弄 你有一個副案嗎 沒有啊 我們今天就是我們那個楊慶輝 那個 那個算什麼 我們市府的 那個 楊慶輝應該算參議嘛 參試嘛 跟那個上海那個李曉東 雙方對口單位 然後開始 開始決定那個分論談的項目 然後開始談 開始談 是 那規劃是幾月要過去 幾月 因為就是這樣 我們先確定項目 然後在之前 我們那個原則上 我們的副秘書長 跟產業局 還要再去上海一趟 因為要看看這產業 有哪些要合作 他說我們先談好 那到時候才決定說我們 因為還有簽約 什麼 所以應該前製作業要先做 是 是 所以你們現在前製作業做完 我想 能去的時間也只有暑假嗎 因為 我們會期內你是不能離開的嗎 對 還是你有考慮在會期內 不會不會不會 應該是不會 因為前製作業我看兩個月跑不掉 兩個月以上跑不掉 是是是 那這次談的主題是 有關產業發展跟 主要是北台灣跟長三角的經濟合作項目 那你估計可能得到哪些的這個成果 現在不敢講 因為現在才開始談 是 那所以因此就是說 反正就是到時候會跟大家公布 大概什麼時候副案會出來 我想應該還是 因為 這個也不敢 因為這個上方時辰現在才開始談 好 十四組詞詢結束 我們現在休息到4點10分 再繼續